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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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來到的就是 Big Boy 的布夫 看到有街霸的東西 還有寬的新設計 還找到 Anthony 幫忙 稍後他會做我們的翻譯 和講一下他的感想 所以,我是 Budget Stark 很多人都認識我 Youtuber 我在 Big Boy 的 展示宿 我會討論這些玩具 我會討論英文,我懂得韓國 但我會先把這些玩具討論 我會先把這些玩具討論 讓你們聽到英文的翻譯 所以我會離開 好了,我們先開始 這次有一個會場特別版 有電場的會場 電場的音樂就是 Ken 的環境音樂 還有這次 Ken 是紫火的 那這個會場限定 其實會有幾隻? 300隻,全球限量300隻 因為他現在 這個呢 其實先講拉審那邊 其實CAPCOM MIP 比較嚴厲 因為他剛剛出了Switch 街霸的遊戲 他就很嚴厲去處理 顏色、火 那些全部都是 要給我們Pantone 去做的 所以我們全部是跟著遊戲裡面的 那些火 其實很細緻的 你看到背景版後面 那些人頭 和能量巴 和其他TNC系列是不同的 就跟著Switch Ultra Street Fighter 那種遊戲 大家都知道 這個系列裡面 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挑選的時候 我特別喜歡 因為那團火 就說了 因為零空 沒有東西撐住 在這個系列裡面 比較特別的東西 加上現在的2P式 那個紫火 那個形態其實是OK的 那個顏色 都仍然很合適 我自己 我自己是設計人 但我自己唯一覺得 不是很合適 就是背景 其實背景和東西 不是很合適 我自己覺得 但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本身 Ultra Street Fighter 的遊戲 就跟著CAPCOM 所以整組 就一定要這樣配套 好了 接著會帶大家 看看 會是 九月出的東西 就是 好了 因為本身 去年公佈了 但其實Lyzen 是要排期的 我們雖然說 很早做了 但也要排到今年的九月 九月就會出的 這就是豪鬼 之前也見過 我在節目裡面 也有介紹過 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看到 一信千激 就會喪閃 然後就有大天字 連背部和眼睛都會亮燈 我自己挑這類肌肉 我自己就比較拿捏得好 對了 會看到眼睛就會亮燈 就是閃光完之後 閃光完之後 那 對 眼睛都亮燈 這個是我們生產最煩的 其中一隻 因為它本身 眼睛亮燈 天然亮燈 還有我們計算的時間 一信千激 在 最後它叮一聲 全部燈一起亮燈 發覺又是不太亮燈 到最後就轉了燈 現在你看到 其實現在可能 我們播了一整天 一邊沒有電 其實可以換電 你又看到是亮燈 好了 接著就會去到十二月的 EHONDA 其實這個玩法 就會跟春麗一樣 喪禁就是白烈獎 現在就是設定了一個慢的 給大家做一下 你跟春麗一樣 你喪禁就是 會在這裏 這個呢 就跟春麗一樣 你要不停在這裏按 即是跟著遊戲 你要不停在這裏按 才能出到白獎 有那個 喵得很快的感覺 但是你看到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是會場版 它就會是長著的 到時大火其實不是的 即是 出來的時候 是要自己按才著 所以你看到現在是比較慢的 到時大火你喜歡按幾塊都可以 好了 接著就會見到就是有 好了 接著見到就是蘇聯佬 是剛剛派貨的蘇聯佬 你可以現場見到實現 就是這個十字旋風轉 好 另外一個 對 接著還有 新的 一個 試版 其實是新鮮滾熱辣的 這個是一個 剛剛收 監修中 是我剛剛挑起的 今早就拿過來的 這個就是 維加 德哥 在當時 打八強 就是用這隻 如果德哥正在看 你可以 在這裡說一下 你當時 怎麼用這隻 去打八強 我們現在 初步 除了 氣勁會這樣 閃 之外 他應該是可以 掉出來的 對 跟Cent也一樣 氣勁很大 但是 凌空浪氣了 這隻 這個 說回設計上 設計上 其實我們一開始有想過 究竟用什麼 姿勢好呢 有想過 有一招 是轉地下 然後直插 但是 發覺是很難做到 那個感覺 因為你轉地下 你又 整個 會變成一塊 會變成 所以我們用這個 是有氣勢一點 打算是兩個燈 一起向上閃 那 你趁他喊 那一刻 其實我們 你喊得算 對 接著就會趁他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全部 我們全部產品 最重要是 很多人 譬如 郡老問我們 為什麼不出腳刀 我們其實 一開始我自己想出腳刀 但是 因為腳刀 我們用街霸耳 腳刀是沒有聲音 可以伏的聲音 我們想找一些 標誌 大家一 有共鳴的聲音 只要能夠覺得 阿力庫是最有共鳴 所以我們才轉了 做阿力庫 所以我們其實 整個系列最重要 不是說 上出得漂亮 有燈之餘 我們想有聲音 配合 可以看一看 面具 其他事情不多說 面具那裡 大家會預計到 哈哈 接著就有一個新系列 其實就是 一個USB系列 USB系列 USB系列 這個就是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想這個呢 就是 大家見過很多街霸的產品 但是 其實我 我自己玩街霸 小時候最多是什麼 最多就是輸的 那我輸的最多 永遠我見到最多 就是這幾個樣子 而玩街霸耳 所以我經常覺得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玩街霸 街霸粉絲 的情意結 就是 一看下去 你會覺得 你會想到 以前的遊戲 怎樣死 那樣的 所以我們用 其實我們 到時 這一個USB 整個公仔可以拆出來 不是說 癡死USB 那這個USB 你可以看到 中間上面 阿龍那個 你看到下面有個台 那個台 你看到ULUS 因為這個版 我們到時 如果貨的話 你會插入USB 譬如插入電腦 這個是真的可以用的USB 那如果插入電腦 它下面的ULUS 那個字 是會再燈的 那我挑的時候 春麗 就留意它的空暴 那就不多說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空暴 因為是脂肪 所以會有 適量的調節 哈哈 接著就到 咦 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好了 那交給 Designer 是 我相信你們現在 應該是 這個玩具TV 第一次拍到 我們自己也未公佈 這個你們是 首先拍到的 這個就是 我們新的系列 就是Bulkis系列 你看到這隻阿龍 就是新的系列 Bulkis系列 我們其實不只是想 用這個系列 不只是想出街 我們想用 這個類型 大大舊 這個叫什麼風格 這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 以前是做 有畫graffiti 那些的 這個我嘗試說 是叫做 graffiti style 大大舊 因為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 一些美國特色一點的東西 可能 一些顏色上 或者一些樣貌上 我都是喜歡一些 比較大舊 或者是 美國一點 總之外國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 Bugis Toys 最主要的 那個 粉絲群 都是外國多些 美國 或者歐美 那邊多些 那 我相信這個設計 希望他們會喜歡 還有現在 看到我們 上官網 大部分人 大部分好評的人 你見到都是 外國人多的 因為可能 還有你見到 那個 你可以拍一拍 一個Logo 其實是Bugis 我們系列這個Logo 對了 所以你見到 都用graffiti 的Style去做 美國風些 就全部東西 那始終呢 在 歐美 街霸2 到現在還是很熱的 雖然香港是 現在可以玩街霸5 或者其他遊戲 但是 歐美 他們的情意結 是很深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想像不到 所以他們 對這隻是很有興趣的 暫時 那 其實他這種 設計方法 正式來說 其實 所以叫做 graffiti 你會見到 街頭的 香港 中文譯名叫做 桃鴉 是那種風格的 而用這種風格 去做 這種 Figure 就是 一種 比較常見 香港人會比較多人 用這種風格 但是 在外國來說 其實也是很流行 而你見到 這次是有很多顏色的 我想問一下 這次 阿Ken是手勢錄 我們官網都未展示過 阿Ken出來 所以你可以再 看看阿Ken 其實樣子的分別 在於 你看到 我設計得來 我要考慮他們本身的 性格 是怎樣的 阿龍可能比較目睹 阿Ken 是比較輕巧的 其實加少許特色 已經可以突出到 他的性格 其實我想問一問 一件事 其實他現在有多少隻色呢 會是 現在暫時是這麼多 暫時 因為我們 這類 現在這個產品 始終是Street Fighter 都要經官方 那邊批 就是Capcom 那邊批 經Capcom 那邊批 其實現在 這些色 Capcom 其實已經批過 但是我們接下來 都想做其他不同 特別的 可能有型的 不同的風格 所以 顏色我就說不定 你現在眼見這麼多 其實這些都有 我自己其實 比較喜歡阿Ken 還有很多人會問 其實手 看見關節能不能動 其實他用了一個 45度斜咳的方式 令到他可以動 可以動 可以扭動 好 下面呢 就是一些 全都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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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街霸的 另一個系列 對 接著就是 好了 接著就交給 英文版 給我 讓我 我來 給你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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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 我來 給我 給我 我來 有 這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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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e majority of the owners are really into Street Fighter I think you can tell by their product line I think the previous guys were demonstrating the cuts and the movements and articulation that's available on these figures So you can actually have some expression and in terms of articulation a decent amount of movement So Leo can you just explain Are these your current existing products you have available now? Yes this is our first 6th release So far we have 7 characters that's released And as you can see here is our new series Valkys So actually over there you can see some more of our TNC series that's coming up next year or maybe end of this year So at the moment the only two available are Ryu and Ken in various different colours and their existing lines So if we move across this direction now We're going to check out this This is a special edition this colour correct? Yes this is only for conventions only There's how many of these going to be available? 100 pieces worldwide So only 100 pieces worldwide for this particular display This is about 12 inches? Yes exactly 12 inches I think Okay good Let's move across to something different We have some turtles Not quite painted and it's a very bulky figure This looks pretty large and was it difficult to make? Yeah it is really difficult but you can see the design is quite special Okay maybe we can have our designer Foon Foon So this is our design's own design It's kind of a little bit twist of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Ninja title Actually it's also called the bulky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add some more license on the bulky series So yeah Here is one more, one new one Foon Are these parts moveable? The arms, the legs So it can rotate like the rear? Yes similar to the Street Fighter one Even more? Yes Okay When is this going to be available to purchase? Around next year I think around March or April So quarter one quarter two in 2018 Yes The turtle will be available Are you going to make all of them? Sure Yes Okay Let's move across this direction So we have here some USB accessories These are flash drives and those who are Street Fighter fans will know When a character is dead or dying before you press yes continue This is how they will look It's are you going to have all the characters like I see Dao Sim is missing from here Yeah Of course Yeah That's our plan Okay Moving across now to seeing another exclusive for For the exhibition is Violent Ken So you have a different colour the purple Anything else different from the special edition? Yes this one you can see there's two buttons One of these is the BGM the background music It only appears on the special editions And this one is also limited 300 worldwide each with number And it's only also all nights only and the convention So we're going to move across now to Vega Or in the US some people call him Claw He looks very impressive pose how the sculpt is in that swooshing sound When it goes WAAAHHHH Flies off the wall there When is this going to be available? Probably March next year 2018 Okay so similar timeframe as some of the other figures that will be released So we're going to move across now to E-Honda and Zangief you can see So you have E-Honda here and Zangief are both of these available soon or available now? We have just released it last month and this one is E-Honda is coming in December this year All the favorites are pretty much coming out now for Street Fighter And there's one other favorite that I know collectors will love And that is Akuma who is over around this side here He's in one of his one of my favorite poses which is the Raging Demon Especially when Daigo can finish off or Takido can finish off with the Raging Demon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is Leo? Yes this one as you can see is pretty special It has the most light and the pose And you can see actually we did some little special on the name tag Because Akuma is also known as Goki in Japanese So you can see the name tag It shows both Goki and Akuma Yeah it's kind of special And this one is going to release in September So it's going to be our next release That i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So what Leo pointed out there If you look at it from one angle it's like a slight holographic How on one angle here it looks like Akuma Then when you go across the other side it says Goki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very very funky I think that's pretty much all we wanted to say from From Big Boys Toys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ollectors and the viewers overseas Because I know the name Big Boys Toys is picking up overseas Because Street Fighter was huge obviously in Hong Kong But in America with the electronic sports that was showing recently It looks like Street Fighter is really taking off with Street Fighter 5 that was played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ollectors worldwide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guys for supporting us And we will have more license coming up And I'm sure you guys will lik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Leo 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And catch you all at the next video Thank you guys And I'll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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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uys